咱家的红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风水的法门 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法门 很多很多的法门 有的三元 有的三河 有的四大局 有的九星 等等各种文派的不同 有各种文派守护的精华和精粹 也因为个人的因缘也不同 所以所接着缘的混 这个就有不同的境界 那么因为研究风水的大师们 都是非常非常慈悲的 他们都一心一意希望 能够帮忙大家赚钱 发财 平安 有智慧 等等 这是所有研究风水学 研究大师们 风水大师们的慈悲心 这也是另一种境界的视线 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可是呢 众说纷纷 门派之争 门派之不同的心境 当然视线在世间上 各有不同的际遇 但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主人家的福跟德 我们德很够了 我们必定会遇到 我们非常有缘的大师们 为我们解困 或者帮我们共同来祈福 所以鬼谷先师啊 告诉我们 开始我们行善积德 很重要 那么福地福人居呢 或者福人居福地呢 福地当然是福人来 才有机会来居住 那么有福气呢 就是有道德人 他一定会住到好的房子 可惜 我们一个人的业力 我们人的福德因缘 尤其我们德恨 要完全做到百分之百 是不可能的 我们此生一心一意 行善积德 但是呢 我们郭气生跟人家结的二元 当你风水 住家的风水 我依法很好的时候 那周围人家又盖楼一栋起来 那时候我们的跑也跑不了 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这个法门的课题 所以我们财产法人 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 是一个慈善的大团体 才利用各种一年 花了这么多的钱 尤其在早上的时段 以前两千两百多天的时间里面 每天要花那么多钱 将妙法传给我们大众们 希望我们大众能够得到平安 那么因为大部分早上 都是年老的 欧姨上欧巴桑 那晚上的时间呢 还没有很普遍的数位台 那我们也已经开始花这笔钱 希望将这个妙法 各种佛度有缘人的情况之下 我们广闭这个法门 在夜间的时间 让我们比较晚睡 还有年轻人一辈的朋友们 你们能够得到这个法意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 风水的法门 很多人一直在为风水的事情 不敢讲 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年 还是照讲 为什么 风暗水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力 风暗水是每一个人生命的全年 那么有什么不可以讲呢 还好台式公司的名字 让我们在六七年来 一直将风水学和环保 做成处事心理学一起合作为一 基于这个原则 我们每个礼拜只有两天不够 应观众各位的要求 我们决定在下个礼拜六 等于这个礼拜六开始 十五号开始 晚上我们改为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为止 每天每天 一个礼拜七天 一个月三十天 我们全部每天播出 和早上一样 同样的半个钟头 我们希望各位十方三知识朋友们 你们有空的话 你们打开电视来了解我家的风水 我们在原理十五号开始 我家的风水 我要讲解风水真经 这部风水真经 我已经讲七年了 还没讲完 那这个风水真经里面 包括佛学佛法做人熟事如是道 三家诸家的思想等等 都融在风水里面 所以我们原理十五号开始 晚上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为止 我们每天都这样 欢迎你们告诉朋友们 他们也能够一起参与 来观看 来了解我家的风水 你家的风水 大家的风水 家家夫妇平安 人就能够相互尊重 如果家家夫妇不平安 我们出门的寸步难行 受费的乱象等等 这个事情 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去留意 还好咧 我们财产法 中国人间净土工作基金会的所有会员们 你们每个人一个月一百块的护持 让我们这个时段也播出到两千两百多集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洪法立生的法门 各位十方善知识们 我们居住的环境 非常的重要 不要把它看回说 能够捉风捉雨就好了 不要这么消极 我们要积极 我们要融入自然 让自然和我们合而为一 我们和自然能够平衡 不违遍自然 我们思想就出来 我们就有智慧了啦 这很多人来我一再的强调 但是我们在国外的很多的朋友们 你们也能够收到这个时段的节目 也因为这样 我们利益了不少的国外华人同胞 也利益了我们国内不少的所有观众们 总而言之 风水的法门 就是我们生活的法则 我们生活的法则 就是风水的法门 那一旦我们把它融回在一起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住家的风水 一定会很和谐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谈我家的庭宴 庭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住家的部位 庭宴就是我们内在 人家人和外面一个最大的沟通的桥梁 屋外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善缘 做生利益也是外面的缘 那么屋内就我们家里和谐不和谐 那么庭宴就是外 家人跟外人之间的一个小梁 如果是你庭宴错了 那么你和外面你要沟通就很困难 你错了 你做事业要顺利 你要做到好的善缘是非常困难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我们风水学里面 庭宴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继续来讲 庭宴 右边右方不可建厕所和仓库 这人最容易患上脑病 我家的房子永远少一间 所以我家的庭宴 右边就把他盖一间厕所也好 盖一间仓库 放一些杂里杂巴的会物 以为这样会物就能够有手话 你没有想到你盖下去的话 你家里开始小孩子不听话 你做事业 人家兵欺负主 兵来欺负主人 到造成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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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瓜葛 很多很多 尤其建一个厕所 会让我们做的事业 好人碰不到 我们小人一大堆 那为什么 我们自作自作 所以我们的体验 我们右边绝对不要盖仓库 盖厕所 或盖一些花棚 盖花架 或者盖着车库 这都不是很好 很好的物相 我们自己要小心 我们如果能够知道 是我们改善的话 我们自己就趋吉避凶也得福 各位朋友们 我们住家的庭院 既然 跨在 我们一个家人 或是公司 以 我们的客户 或者朋友之间 等于一条河 也是一条生死之河 那我们 这个河里面的桥梁 你坐得安安稳稳 你随时 可以跟我们的客人 跟朋友 来往 保持密切的关系 若是我们这一条生死之河 那么的深 而且处处障碍 违背了整个自然法则的时候 那么你 我 之间 我们这条桥梁 就会造成 很大 很大的障碍 这是必然的法则 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 他做的事业 也做得不错 他家里也 一栋别墅也很漂亮 因为赚钱 所以他在家里 希望做过庭宴 庭宴能够做凉亭 能够在那边泡泡茶 做一做 全家人在那里聚一聚 他就做了 他做了就在右边 白虎方 门出来 白虎方 这里做一个凉亭 还没做好 已经屋顶盖上去的时候 没有完工了 他的生意 最大的订单 也就断掉了 一到别的地方给人做 他做好了以后 他的家人父子吵架 母子吵架 夫妻吵架 接下来 他做了事业开始母沙沙 开始紧张来的 他就到先佛寺来 问我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这个家里 最近事业那么都不顺 我说你家里有动土吗 他有 你动在哪里 他庭宴做了一个凉亭 做了凉亭 做好了 还没完成好了 他就一个订单就断掉了 接下来的种种的烦恼都来了 我说赶快拆掉 你这样 就是白虎昂头 这个地方就像一只拳头 这房子这样 就一只拳头 右边白虎 白虎现早 白虎现早 白虎这个现早 房子尖尖的早 白虎昂头 小一只凶 你这个 内外 一人不合 这个先生 他听我这么讲 他很感慨 风水不了解 像这样我损失了多少 父子之间 夫妻之间的伤害 这个感情的伤害 一家人的感情的伤害 我说你这个都不能怪 因为怪在 你没有了解 风水的法则 如果是当时你要干的时候 可以请地理师 帮你检查一下对不对 他说有哦 我问地理师 他说可以哦 做事起来 这样起来就破例 就破例 我要做什么都能成功 右手挤起来 我说错了 右手不能挤起来 右手挤起来 是火 火克金 克他们 克自己 非常不好的风水法则 你农边你可以做 右边绝对不能做 这样来 当然你会有这些问题 我要他拆掉 他说花了几十万 我说你的一个事业 你所损失的不是几十万 几百万几千万 所以回去了赶快重新拆掉 拆掉了 就把他龟与平平的 还是种一些草 事业就才又稳下来 家庭稳下来 好我们在世间上 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最聪明 什么风水不风水 迷信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不懂才迷信 你不懂你就迷掉了 你一直相信 我怎么样拼掉的谈 拼对 千真万确 拼是义务和责任 没有功德可言 但是你违避环境的法轴 你就是逆天 逆天 逆这个宇宙的法轴就逆天 那么逆天所带来 是自己的不幸 带来全家人的不幸 甚至带来 影响到你整个 你的人生的历程 和你的心情朋友都拖下去了 然后鬼谷先师告诉我们 我们的法门是保护自己 不伤害别人 然而帮助他人的一个法门 现在普天下最出生的法门 还是我们违心中 这个法门 异经心法 和风水学 佛法 融合在一起的法门 各位朋友们 我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 来开玩笑 也不要拿自己的事业来开玩笑 刚才那一个右边起来 是伤女人 那个是火 上面这些是火 火啊 一伤女人 我们这家的主人 妈妈一定高血压 我们这些信徒 他才跟我说 他老婆 盖起来的时候 就高血压 孩子又生气 生气孩子 血压降不下来 我说这个是风水的法门 拆掉了 稳下来了 还有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因为有交车 家里买了一部很好的车子 所以他必须要做 抽户与抽棚 结果呢 他把抽户 抽棚呢 他就盖在这边 你抽 抽我们在这边来 你不盖个抽棚 就是白虎 以及拳头 和刚才那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抽户 你盖在后边 拳头 我们一位信徒先生 他做事业做得不错 结果呢 他买了两部抽子 变成一个VMW 这么好的抽子 他舍不得晒太阳 舍不得晚上入水 会冻入水 还把它弄坏了 他就在前面这里 他就盖了两个抽棚 盖起来 没有几天 他碰到人家要来 跟他买一批货 将近七八百万 买了 货出了 钱就倒闭了 再过几天 他员工出去帮人 施工的时候 又撞死了 层层叠叠的 这一些问题都到 所以求神问福 神告诉他 家里房子乱整 那么这一位先生呢 他说我有请弟弟师说 他都没有 用手可以隔走 没有关系 结果盖起来 破财 消灾 也没有办法达成愿望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衍生的一年多 公司关起来了 有一天早上看到台市的时段 千里迢迢 从北部来到仙活市来 将他的照片 拿给我看 我说你怎么 吃八十元 我说你为了车子 你不顾失业 你知道你的车子 还没进口以前 在外面曝晒多久 两年三年也不一定 那么你为什么 人是活的 人的感情你不照顾 去顾这些没有感情的东西 没有智慧 这一位信徒先生 眼眶红了 眼泪掉下来 告诉我 师父 我的亲戚朋友 被我拖了一大糊涂 债务拖了一大跌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还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忽略住家的庭宴 住家的庭宴 你如果忽略的话 你会自己找到很多很多苦吃 怎么办 拆掉 车子 不要只顾车子 不顾生命 我们不要本末导致 本末导致的人太多太多了 没有智慧的人太多太多了 所以各位 师王善知识朋友们 我家的风水 不要小看 我家的风水 会主宰一个人家庭的命运 还主宰一个事业的命运 我家的风水会管 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会以安定 那请问各位 我家的风水是不是很重要呢 又来我们的白虎坊除了抽棚不能盖 花架不要盖 凉亭不要盖以外 我们不要有大石头 我们若是呢 我们体验你有用大石头的时候 大石头还是斡旋 小孩子呢 养成一个习惯 会好多 打架 不满等等 我说话 都来了 看很多了 最好把他压下去 把他拿掉 我们的胡方 让他归以平静 归以安和 归以和谐 这才是真正的好风水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